大家好,欢迎收看老陈频道,喜欢老陈讲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分享乡村娃子,第五集。 对于教学,江斌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探索模式。 在与高原谈完之后,他又与班里其他的学习委员、尖子生,继续讨要学习方法,并仔细记录下来。 晚上回到宿舍,他连饭都来不及吃,就赶紧组织几个年轻的住校老师,来他的宿舍里开会。 他把从学生那里,总结的学习方法,与各老师进行研讨和完善,一帮年轻男女们凑在一起,竟聊得十分火热。 甚至有两位女教师,一直朝他按送秋波。 江斌的确很优秀,名校毕业,事业心极强。 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了这些,曾胸怀抱负的年轻教师们。 第二天上午,东街的厂房里,文龙坐在椅子上,手里悠哉地盘着玉丸子,闭目养神。 而文龙旁边,还坐着一位满脸疙瘩,相貌丑陋的男人。 他伸着四指,朝文龙笑道,你一个社会大哥,大张旗鼓地干这些,就为了讨好剑钞那孩子。 文龙摇头笑道,不全是。 蛤蟆,你今年也有四十了吧? 你有没有想过,咱这大半辈子混过来,最终得到了什么? 蛤蟆掏出烟,愣了好一会儿才点上火,深吸一口说,一带新人换旧人,干咱这行的,能到这个岁数还不出事,就是万幸了。 文龙缓缓睁开眼,朝远处的黄毛等人说,挪完机器,你们再去后面食堂,把里面的桌椅,全给我搬到厂房里来,仔仔细细擦干净了。 面对两个大佬的监工,黄毛泪得满头大汉,却仍忙不迭地说,大哥们放心,我们绝对会把厂房,搞得比他们学校教室还好。 文龙满意地点点头,又朝自己的兄弟胖子说,出去买两桶黑漆,捡好的买。 胖子不解,靠在机器前擦着汗问,大哥,买油漆干什么? 蛤蟆伸着四指,朝胖子比一道,一看你这孙子,就没怎么上过学。 买漆当然是刷黑板,没黑板能叫教室吗? 说完,蛤蟆又朝文龙道,你还没回答我呢,咱费尽巴拉弄这个教室,除了讨好你干儿子,还能干啥? 文龙抿嘴笑道,我觉得昨天那个江老师,说的很多话都特别有道理。 蛤蟆,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当初为什么干这行? 穷呗,而且还没手艺。 要是能吃上饭,有个正经营生,谁愿干这个? 蛤蟆烦躁地喘着粗气说,是啊,就是因为穷。 不单是咱自己穷,而是咱整个新兴阵都穷。 咱们手下的这些小兄弟,也是因为穷,或者因为穷而导致的种种家庭变故,才走上了这一行。 这似乎成了一个死循环,难道咱们世世代代,都要这么延续下去吗? 蛤蟆一脸发猛道,那怎么办? 再说了,跟你我有关系吗? 文龙皱眉道,没关系吗? 跟你的儿子,孙子,有没有关系? 让他们继续走咱们的老路。 头两年,我去过一次大秋庄,他们村以前,比咱们这儿还穷。 可后来,人家村里出了能人,带领大秋庄富了起来。 顿了顿,文龙继续说,我觉得那个姜老师,就是个能人。 他教的学生,将来可能也会有厉害的人物,来改变咱们的新兴地区。 既然这件事,落到了我头上,我就必须得做点什么。 即便将来,新兴依然是这个模样,但至少我求个心理安慰,至少我文龙在新兴,还干过那么一两件好事。 蛤蟆,不要抱怨,我这也是在帮你行善积德。 江宾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昨晚的一番话,竟然还改变了一位社会大哥。 我们虽然很平凡,但心里总得装点伟大的东西。 文龙昨晚想了一夜,所以便有了今天,他带人改造厂房,为新兴阵培养人才,出上一份力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吧。 炎热的暑期转瞬而至,期末考试前夕,主任吴雪海信心满满,走起路来都趾高气扬。 这段时间,他已经把从江宾那里,搞来的辅导资料,提取精华,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 这一战,他有信心将三班,给狠狠地甩在他一班身后,让江宾望尘莫及。 而三班的学子们,更是自信满满。 他们在各科老师,以及尖子生的辅导下,恶补了大量的基础知识,同时又有午休和晚自习的时间,巩固每天所学的内容。 那些曾恐惧考试的学生们,甚至都跃跃欲试,想在这场考试中,迫不及待地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 夏季的炎热,被学子们迫切地激情冲散,一根根圆珠笔,在试卷上画出美妙的字符。 时光在高度紧张地考试中过得飞快,眨眼间,成绩在三日后,便公布了下来。 那是震惊全校的时刻,吴学海所在的一班,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别的班超过了,那就是江宾所带的三班。 吴学海得知消息,当场气得差点晕厥,杯子里的水,因为慌乱,都洒了一桌子。 可江宾并没有太高兴,这次虽然有了进步,但离他预想的成绩,还是有一些差距。 所以,努力的这根弦,依然不能放松,未来的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而更令吴学海崩溃的,是在校总结大会上,江宾的一句发言。 有挑适的年轻老师问江宾,这回成绩超越了强大的一班,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江宾竟然义正言辞道,我们从来都没把一班当对手,我们三班,只是在不停地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江宾说这话,其实并没有针对吴学海的意思,他只是实事求是,觉得三班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可吴学海却气得差点背过去,江宾你目中无人,你太狂妄了。 他瞪着眼,咬着牙,恨不得把江宾大卸八块。 仇恨的种子,就这么种下了,待到生根发芽时,学生们已经步入了初三。 令吴学海恼怒的,还不仅仅是成绩上的落后。 他听人说,江宾私下里组织年轻教师,成立了一个小教研组,每晚都秘密开会。 这分明就是在跟自己,这个名正言顺的教研主人对着干。 而且根据探报,他得知江宾竟然还在校外,私设补习班,强迫学生加课。 如此大的把柄,被吴学海猛地握进手里,他顿感拨云渐日,有了反击的资本。 两周后,吴学海终于等来了报复的机会。 县教委的领导,周三要来学校视察,如果他把这件事捅出去,你江宾的教师生涯,就彻底宣告结束了。 在教委视察的头一天,老校长便赶紧拆人,把正在上课的江宾,给照到了校长室内。 关上门,拉上窗,老校长端坐在办公桌前,苍老的手却在轻微颤抖着。 你在校外,办了个补课班。 老校长压低声音问,这不是什么秘密吧?您神通广大,不早就知道了。 江宾大大咧咧道,什么我早就知道?我不知道,从来都不知道。 老校长矢口否认,却也心痛地皱起了眉。 他哪能不知道?江宾搞课外班的第二天,他就已经知道了。 而且不仅知道,他还默许了这种行为,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这个学生,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并一心一意为教育事业着想。 可默许不代表支持,这种事更不能拿到台面上说。 而且他现在更为担心的,是明天教委来视察,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做文章。 尤其是吴学海,最近两次研讨会,他都称并请假,原因大家都清楚,就是因为校委让江宾参了会,吴学海不想跟江宾碰面。 最近这段日子,你先把校外的补习班停了吧。 老校长叹息道,停。 校长,我们三班成绩进步那么大,您不会不知道原因吧? 我刚刚摸出点门道,学生们的热情也刚激发出来,您这时候叫停。 江宾当即站起身,以示反抗。 叫你停你就停。 明天上级领导来视察,要真有人举报了你,你这辈子就完了。 老校长运怒地敲着桌子道。 江宾直接甩出脸色说,我为学生好,别人凭什么举报? 领导凭什么查我? 真要想查,我就敞开了,让他们查。 我三班成绩摆在那里,我身正不拍影子鞋。 我 够了。 老校长一拍桌子,脸色阴沉道,单是一条强迫学生补课,就够你喝一壶的。 再牵扯到学生的安全问题,政策风向问题,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顿了顿,老校长许久才平复情绪,起身拍着江宾的肩膀说, 不要急于这一时,先停两天,等这股风头过了,再拾起来也不迟。 斌子,做人要如流水,不能太刚硬。 还有,你明天请假,先避避风头,万一真有人举报你,上级领导也无法第一时间,找你质询。 深吸一口气,老校长爱惜道,我会想尽办法,跟上级领导周旋,等把事情拖得差不多了,你再回来。 老师,我就想为学生们做点事,真就那么难吗?招谁惹谁了? 怎么明明干了好事,还要跟耗子似的,躲躲藏藏的? 江宾憋得脸色胀红,他委屈得要命。 任何事情,都得先讲规则。 而你的很多做法,虽然是好心,但明显已经脱离了规则。 老校长攥着江宾的肩膀,沉默许久,最后也只能长叹一声,不说了,按我的话办吧。 那天江宾郁闷得恼人发麻,在下午上玩课后,也只能无奈到,这两天的晚自习取消,午休课也按时休息。 我有事要请几天假,班尾管好班级纪律。 说完,江宾转身就走,扔下了一脸茫然的三班学生。 于是,众人三五成群,又纷纷加入了讨论。 他们已经不再管江宾叫暴君了,他们在上次的期末考试中,尝到了进步的甜头。 他们觉得,在厂房里学习,比在学校有意思,而且还有建超母亲,熬的甜美梨汤可以喝。 他们已然养成了学习的惯性,班主任突然踩刹车,竟让三班有种被抛弃的感觉。 还是班长起身说,江老师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所以才着急请假。 大家不要担心,老师在与不在,三班一切照常。 于是放学后,三班的各大纵队,又一次鱼罐朝面坟场奔去。 建超也积极张罗,叫着男同学一起,到前面麻将馆里,将母亲熬的两桶梨汤,朝厂房搬运。 一切都有条不紊,一切都积极向上。 至于吴学海,也悄悄拿着傻瓜相机,轻车熟路摸到面坟场,站在了他老婆曾上班的地方。 从后窗望去,吴学海愣住了。 他震惊于三班学生的自律,更没想到这里的学习环境,比他想象的要好太多。 他原以为是个脏乱差的黑作坊,是个暗无天日的破络房。 可眼前,那一排排干净的桌椅,那一扇扇透亮的窗,那厂房顶部的灯,比教室里还要多。 那块硕大的黑板上,记录着每个学生,在一周内的学习任务。 没有调皮导弹,更没有乌烟瘴气。 他们按学习小组划分,在做功课的同时,还小声讨论着难题的解答。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三班学生的素质,已经远远甩开了他的一半。 这使他更加嫉妒,江宾凭什么拥有这么好的学生? 他又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好的环境? 举起手里的相机,他报复性地开始拍照。 临走时,他还依依不舍地回望,这里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啊。 这样的学习氛围,他羡慕。 事后,吴雪海毫不停留,直奔妹夫家开的照相馆,他要第一时间把照片冲洗出来,作为反击江宾的有力证据。 而厂房里,大包大揽的剑钞,却依然有着自己的困惑。 他报复大疆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人们似乎早忘了,谁是高原,谁是大疆,而谈论更多的,是他剑钞,是他母亲熬的梨汤,是他对班级做的卓越贡献。 可他并不开心,大疆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贡献,而诚心给自己道歉。 他反而,变得更加冷漠,有时碰了面,大疆都躲着他走。 而让剑钞更郁闷的,是张会喝了一汤没个够。 别人一次就喝一杯,张会道好,总以各种理由起身,悄悄摸到铁桶前,一杯又一杯,跟汗死鬼投胎似的。 可这话剑钞又不能说,说了显小气,他本来让母亲熬离汤,就是为了显示大方。 可不说,他心里又憋得慌,总之那段时间,唯一令他不爽的,就是爱占小便宜的张会。 深夜里,吴学海搂着冲喜的照片,还有那封举报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知道,只要这些东西,明天递到教委领导手中,江斌就完了,即便不完,他也将不再受学校重视。 届时,吴学海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 可他又想,江斌有错吗? 他那么全心全意,为了学生的成绩着想,而且已经出现成果,就真的要被自己,给这么恶杀了吗? 可江斌是违反规定的。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只要违反了规则,他就应该受到处分,不是吗? 我吴学海这些年兢兢业业,上对得起学校,下对得起学生,我从来都是学校规则的捍卫者。 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地位,拱手让给一个破坏者? 那夜,吴学海注定无眠。 周三,为了迎接上级领导视察,心心意中早早地就展开了全校大扫除。 老师都恨不得拿着放大镜,对着玻璃找灰尘。 而吴学海怀揣着信封,心头却惶恐不安。 他不知道将这东西递上去以后,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但他已别无选择。 上午九点半,上级领导的考察车准时到达,作为学校的中层干部。 吴学海不仅一路陪同视察,有好几次还想试图与领导沟通,却被老校长把话题给封住了。 一整个上午,吴学海都没能寻到合适时机。 直至下午开座谈会时,吴学海的机会,终于来了。 作为骨干教师,领导们自然要听取他的意见,这让吴学海有了发言的机会,也让老校长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尤其当吴学海起身,从怀里掏出那封信时,老校长仰头暗叹,完了,该来的,总归是要来了。 学海啊,咱都是老相识了,对于心心意中,在教学上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哪些先进之处,咱们今天畅所欲言,都可以谈谈。 教委领导和善地笑道。 而吴学海则仗红着脸,将手里的信封,直接拍在了领导面前。 他咬牙说,我要说的话,都在这封信里。 领导疑惑地拿起信封,老校长的嘴唇,都在跟着打战。 难道江斌的职业生涯,真就止步于此了吗? 他那么努力,费尽心思,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教育,今天,真就这么栽了吗? 领导摊开信纸,眉头却深深皱了起来。 许久,他才抬头道,学海,你这是?别说教委没经费。 吴学海鼓足勇气,将手里的日记本打开说,县付中都肥得流油,你们今年还给他们资金扶持,县实验中学,那也不缺钱吧? 你们还是划拨经费,给他们翻修实验室。 领导,我们心心意中,要点辅导资料的资金,不过分吧? 这话直接把老校长给听猛了。 他赶紧起身,凑上去一看,原来吴学海递交的,并不是举报江斌的信件,而是申请辅导教材的资料。 而那些资料书目,正是江斌之前,从市里带来的。 学海啊,今天咱们所谈的内容,是关于,没有好的辅导资料,没有好的教学资源,我们的教学质量怎么网上提? 吴学海直接撕毁课套,单刀直入地吼了起来。 他昨晚下半夜,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江斌没有错,无论他想盗版人家的辅导资料,还是在校外,战战兢兢地给学生补习,那他都是为了学生们着想。 他确实违反了很多规则,可有的时候,陈旧的规则,就一定对吗? 如果心心意中,也能得到上级重视,也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江斌还用得着,跟个老鼠似的,为了补课而东躲西藏吗? 在这一点上,他和江斌同病相连,只不过自己,选择了妥协退让,而江斌选择了奋起反击。 你们不知道,我们乡镇中学的教学工作有多难,初三的学生,连做实验的仪器都不够。 有时,我们还要带着学生,骑几十里路的自行车,到鲁矿中学,借用人家的实验室。 吴雪海红着眼,硬着头皮怒斥道,什么不足之处?什么先进经验? 就连信上的这套辅导材料,还是我们江斌老师,在市里跑断腿,从他同学手里搜刮来的。 我们这些图老帽,看到这些材料,还个个如获至宝,珍惜得不得了。 这就是新兴中学的教育现状,这就是你们领导口中,所谓的不足之处。 雪海,你少说两句。 老校长拽着他的衣角,却在心里暗自佩服吴雪海的勇气。 我要说,吴雪海一甩袖子,继续嚷嚷道,副中和实验,都是亲儿子,我们这些乡镇中学,都是干娘养的,都是野重。 年年申请经费,年年时辰大海,都快把人逼死了。 我们也想出成绩,也想提高升学率,我们比你们领导更小。 想得夜夜睡不着,想得恨不得走邪路,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他拉出去。 老校长赶忙组织人,硬把吴雪海给拖出了会议室。 本来和和气气的会议,被吴雪海一搅和,整个气氛都尴尬到了极致。 倒是教委领导深吸一口气,看向老校长问,你是什么意见? 老校长笑着,却说出了最硬气的话,虽然雪海反应问题的态度有待伤阙,但他的话,却代表了我们中学,所有教职工的心声。 领导,得重视啊。 领导拿起信纸,左右看了看,便皱眉道,好歹写个正规的申请材料吧。 草草地写这么一张纸,我怎么给你们带回去走流程? 这,您同意了。 老校长瞠目结舌。 买哪些辅导资料,缺什么实验器材,学校还面临哪些困难,要如实地填写好,弄一份完完整整的材料出来。 领导无奈一笑,把信纸放到桌上说,这个老吴,以前办事挺严谨的,今天这是闹的哪一处? 回头告诉他,咱们黄龙县,就缺他这种有担当的好老师。 吴雪海回到办公室后,两条腿都软了,当面顶撞领导,他不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分。 但这些话,他压在心底已经许多年了。 如果江宾不出现,兴许他一辈子,也就随波逐流地过去了。 可正是这样一个青年,深深刺激到了吴雪海。 那个年轻人,一次次游走在规则的边缘,却又一步步追逐,甚至超越了他。 他在痛恨江宾不按常理出牌的同时,又何尝不敬佩他呀? 那个小混蛋,把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统统给做了个遍。 否定他,不就是在否定,那个内心深处的自己吗? 傍晚时分,窗外的夕阳格外绚丽,副校长刘鹤来到办公室说, 雪海,一起出去走走吧。 吴雪海几倍冒汗,他猜测校尾的处分,应该是下来了。 你扶着我点,我腿都软了。 面对自己的老同学,吴雪海依旧故作硬气道。 傍晚的操场,在夕阳的映照下,像洒了金子般绚丽。 副校长刘鹤与吴雪海一起,备手沉默的漫步,谁也没先开口说话。 吴雪海清楚,沉默,就意味着危机,意味着有不好的消息传来。 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冲动? 老老实实做个主任,不挺好吗? 可如果再让自己选一次,他还会义无反顾。 因为总要有人反应问题,作为管教学的主任,他要是再不出头,耽误的可就是那些孩子们啊。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绕到了西面的乒乓球台前。 吴雪海索性往台子上一坐,固执地歪头说,别绕弯子了,校尾到底下了什么处分,直说吧。 刘鹤扶着眼镜一愣,处分? 谁说要处分你? 吴雪海也愣了,之前我那么顶撞上级领导,现在你这个公务繁忙的副校长,又亲自找我谈话,不是下达处分,难道还要给我表彰? 刘鹤插腰大笑,不停地摇头说,雪海,上级领导的确表扬了你,说你是个有担当的好老师。 还有,你反应的问题,领导们也格外重视,估计用不了多久,经费就能拨下来。 这,吴雪海张着嘴,整个人都实话了。 不说这个,雪海,有个事我倒是挺惊讶的。 刘鹤绕到球台前,与吴雪海坐到一起说,我以为你这次,会举报江斌。 吴雪海斜眼哼吃道,你也觉得他该被举报。 刘鹤白手说,江斌的确违反了很多规矩,按道理来讲,他该遭到处罚。 更何况他年轻气盛,又在某些地方,触动了你的利益,咱们是老同学,老同事,以我对你的了解。 江斌他做错了吗? 吴雪海竟突然反问。 这,本质上来讲,他心是好的,他没错。 没错我干嘛要举报他。 一个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我干嘛跟他过不去? 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吴雪海还是说了这话。 听到这个回答,刘鹤常常舒了口气,又摘下眼镜擦着说,还是老校长眼光独到啊,他对你的评价,真准确。 提起老校长,吴雪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那个老头子,肯定没说我什么好话。 刘鹤憋着笑意,用力拍着吴雪海的肩膀道,雪海,我要走了,去鲁矿二中上任。 啊?你这,怎么这么突然? 吴雪海心头一凉,这可是自己的老同学,是自己共事了二十年的朋友啊。 不突然,上月刚开学,调令就下来了。 只是副校的职位突然空出来,老校长怕人心浮躁,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所以,这事儿就一直没公布。 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议,副校的人选,已经定下来了。 吴雪海转着眼睛,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刘鹤能在这时候,找自己私下谈话,看来他是支持自己上位的。 刘鹤,咱们到底是老同学,谢谢你支持。 刘鹤却白手道,我没把票投给你,因为我太了解你。 你这个人吧,心里总有小算盘,这不好,不适合担任高层领导。 你。 吴雪海猛地跳起来,他瞪眼指着刘鹤,憋了半天才骂道,既然没投我,那你还弹个屁。 你看看你,还急了。 刘鹤不紧不慢地笑道,有个人倒是力排众议,非推选你不可。 老同学都不选自己,还能有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吴雪海失落至极,没想到他在学校混了二十年,最后竟然落得这么个人品。 老校长说,有的人在小事上大意凛然,可在大事上,却不一定能够坚持原则。 还有些人,总在小事上斤斤计较,但真到了大事大非面前,他会义无反顾地坚守本心。 他说,雪海是好样的,这样的人要是不提拔,那是咱学校最大的损失。 那一刻,吴雪海脑子嗡的一下,眼睛里竟然有泪在打转。 老校长,真,真是这么说的。 我一个要走的人,还犯得上帮老校长收买人心吗?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总带着成见看问题。 老校长处在那个位置,自然有方方面面地考虑。 有些考虑可能与你不同,但他绝对是站在学校,站在学生角度出发的。 人不能太狭隘,等你升了副校,一切就明白了。 吴雪海抿着嘴唇,他顿感愧疚万分。 他总以为那个老头互独自,培养嫡系,拉帮结派,总以为自己从不受重视。 无论再怎么努力,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结果却不曾想,是自己出了问题,其实老校长,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啊。 他,他怎么不早说? 我今天,今天还差点。 老校长要是早说,就显得是在拿利益,与你交换江宾的前途。 他也明白,如果早告诉你,他力保,你升副校,今天你,绝对会放江宾一马。 刘鹤深深吸了口气,甚至有些佩服道,老校长说,他相信你吴雪海的为人,他的眼光不会错,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一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即便你出卖了江宾,他依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因为你吴雪海,为学校兢兢业业二十年,你在心兴意中这片热土上,挥洒了所有的青春。 你爱学校,爱学生,这里是你人生的全部。 话到此处,吴雪海竟转身狂奔,连教研主任的架子也不顾了。 他心里好愧疚,他曾把老校长,把江宾想得那么不堪,把他们当成蛇鼠一窝。 就在昨晚,他还抱着照片,想狠狠地举报江宾,甚至让老校长下不来台。 他这样想人家,可人家从没这样想他。 老校长一直都认为,他吴雪海是好样的,在大是大非上,他是个善良而富有正义的人。 他冲进校长室,一下扑在了办公桌上。 老校长皱眉,多大人了。 好歹你是个主任,这么慌慌张张,成什么样子。 吴雪海手钻捉脚,因为激动,手背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刘鹤,刘鹤都跟我说了。 老校长放下手里的钢笔,将文件拿到一旁说,刘鹤那小子,就是嘴长。 既然知道了,那我就提前给你分配任务。 你现在带着毕业班,身上的任务重,我会把刘鹤留下的工作,帮你分担一大部分。 等一班毕了业,这些任务再压到你肩上。 雪海啊,一般的学习,千万不能放松,明白吗? 不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 吴雪海颤着嘴唇,他无比感激地望着眼前的老人。 别说,什么都不用说。 雪海,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永远都是。 老校长望着他,也许此时的无言,胜过千言万语。 随着时光的流转,高王庄又迎来了一个寒冷的冬季。 只不过这年冬天,高王庄却格外热闹,甚至还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 在经历了长达半年多的休养之后,马俊兰的腰伤彻底康复了,但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却分毫没减。 凭着吃苦耐劳,心灵手巧的品质,马俊兰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做鱼网加工,竟在三天内,赚到了二百元的加工费。 这在村里炸了锅,一时间,高原家的院子里,几乎挤满了围观的村民。 那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手工棚户,也成了村民眼中的聚宝盆。 好多人开始小声议论道,这也不难啊。 比缝衣服简单多了。 俊兰都能干,咱为啥不能干。 一台缝纫机,就把钱给挣了,凭什么好事让他一个人占。 树大必然招风,尤其在农村妇女群体里,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更是悄然滋生。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高原婶子、春妮的耳朵里。 这些年下来,她对于高原家的冷漠,甚至唆使公婆,不再与高原家来往,使得村民没少在背地里骂她坏。 如今,眼看着对方要发家,春妮还怎能坐得住。 高原家真若发达起来,那村民在背后,不得嘲笑死她春妮啊。 于是,春妮凭借过人的口才,和灵活的头脑,开始在暗地里组织人手,准备与马俊兰抢生意。 她算好了货车进村的时间,并在周四中午,带领一群妇女,将运输渔网的货车,给堵在了村口。 司机不明白这是什么阵势,忙下车了解情况。 春妮当即率领重妇女,将司机围起来道,这活儿我们也能干,把货谢我们家。 哥,各位大姐,我就是个送货的,这事儿我说了不算。 司机苦恼地解释道,我们家工费更便宜,人也多。 把活儿交给我们做,你们不吃亏。 说完,春妮就给旁人试眼色。 紧接着,一帮娘们开始扒车,蛮横地将鱼网往下写。 司机扯着嗓门阻拦,可又怎敌得过这些虎狼之势的妇女。 短短几分钟,货车便被掠夺一空,妇女们肩扛手台,愣是把一车祸化整为零,纷纷搬到了各自家中。 你们真特娘的土匪。 司机扯着哭腔,一把揪住眼前的春妮道,回头我找谁拿货啊? 你得给我个准信。 还有,你们知道怎么加工吗? 这要是干咋了,你们都得给我赔钱。 事情已然得逞,春妮便得意地甩着辫子道,都在高原家学过,这东西不难做。 看见东面红瓦房了吗? 那是我家,回头你到我这里取货。 众人散去,司机开着光秃秃的货车,满脸帐红地来到了高原家。 他先跟林青梅、马俊兰一起,寄件开工资,等到装车时,林青梅才看到,今天司机并没有带货过来。 大哥,要加工的货呢? 林青梅理着头发问,嗨,都被你们村的娘们抢了。 司机垂胸顿足,这事儿他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常理交代呢? 什么? 抢了? 谁这么大胆? 林青梅顿时火冒三丈,这可是自己丈夫揽下的活儿,他们凭什么抢? 司机摆手道,你们先歇息一天,你我再给你们发一车。 林青梅不依不饶,是谁抢的? 你跟我说,这事儿必须得说明白。 司机掏出烟,点火深吸了一口道,一个穿花棉袄,书麻花变的女人戴的头,她夹在村口东,红瓦房那家。 话到此处,林青梅更是怒不可遏,是春妮那个泼妇。 俊兰,咱们现在就过去,找她平礼去。 混账东西,欺负我妹子家就罢了,现在竟然还把算盘,打到我头上了。 马俊兰心里也憋屈,可自家寡门独愿的,她不想多生事端。 林青梅拽她,她就躲着说,大姐,司机师傅都说了,明天还来送货,咱就不惹这事儿了吧。 顿了顿,马俊兰继续心虚道,况且这些天, 我挣得也太多了,这要放在以前,哪敢想啊? 每次都领这么多钱,其实我心里也不踏实,总感觉这钱,挣得太容易了。 你,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咱们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你吃得苦,遭得罪,还不值这个价钱吗? 谁人不知道,你带着腰伤干活,你没黑没白的忙活。 你要不去,我自己去,回头等县钟回来,看我不砸了春妮家的锅。 大姐,马俊兰一把拽住林青梅,极不情愿地祈求说,其实春妮家也不易,俩孩子都上学,况且高原的书,心脏也不太好。 咱要真闹出了事?你,你是真怂?你总为人家考虑,人家想过你吗?他今天抢咱的生意,你以为只是想挣钱?他是不想看你过得比他好,那娘们一肚子鬼心眼,全村谁不知道? 马俊兰咬着嘴唇,其实这些他都明白。可能就是因为善良吧,人善被人妻,可他情愿选择这种善良。 面对公婆的偏心,这要换作其他儿媳,早不知蹲在公婆家门口,骂了多少次了。 可俊兰一次也没闹过,他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公理的,人心向背,老天爷总有开眼的一天。 这就是马俊兰的处世之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原。 先不说这种影响的好坏,总之在未来的某天,当高原准备带领村民,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马俊兰和高原的人品,变成了高原莫大的助力。 他振臂一呼,那是村民排山倒海的响应。 所以,善良带来的福音,大都是在多年以后,才能显现的。 林青梅一边训斥俊兰太耸,一边又无比心疼。 可这就是俊兰,如果不是因为俊兰的这份善良,他们也不会惺惺相惜,更不会拿他当亲姐妹。 司机回到厂里后,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反映给了厂长。 黄龙网剧场的孙总,并没有因为这事择赤司机,他反倒掏出烟,递给对方问。 高王庄的村民,真愿意压价,帮咱们做代工?都抢着干。 司机赶忙点头。 孙总被靠在老板椅上,他本是卖好友王献中一个面子,才将车间的活儿分出去一部分。 但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不仅质量做得好,而且价格还低。 如果要是将厂内,所有的手工交付给高王庄的话,那成本更会降下来一大截。 你找马主任联系车队,明天先往高王庄发实车货。 如果他们能干过来,就再加实车。 那天,孙总异常兴奋地下达了这个命令。 我们姑且把这次的合作,成为高王庄迈向成功之路的开始吧。 场村结合的模式,在那个初雪的冬天,就这么成行了。 黄龙网剧场的主任马小蕾,带着临时组建起的车队,满载着鱼网元才,朝着高王庄奔赴而来。 至于春妮家的院子里,也乌泱泱挤满了人。 昨天分走的鱼网元才,此刻也被农妇们,加工成了鱼笼,一路落马在院子里,像一片片小山包。 春妮姐,昨天大家都领了货,你怎么没拿啊? 要说这事儿,还是你帮大家出的主意,现在钱都让我们挣了,怪不好意思的。 张富春家的新媳妇,为自己的堂姐明不平道。 哎哟,有钱先让大家挣吗? 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愿意跟我去拦车,这是我春妮的造化。 张春妮就是嘴甜,不然这些年,也不可能哄着公婆,像老牛般为自家出力。 至于春妮本人,那是出了名的懒。 平日浩大喜功,爱凑热闹,却唯独对自家农活,从不上心。 也得亏丈夫憨厚,性格闷憋,不与她一般见识罢了。 这回,春妮是露脸了,不仅帮村民抢到了赚钱的路,一番甜言蜜语下来, 还把自己包装成了大公无私的好人。 往后,看谁还敢戳她几两股。 当然,为自己挽回名誉,这只是其一。 春妮还有更深入的打算,曾在县农贸市场工作过的她,比普通妇女更具商业头脑。 她很殷勤地拿着笔,用儿子的作业本反面,一一统计各家鱼龙的数量。 那模样和派头,俨然成了高王庄加工领域的带头人。 春妮,昨天的货太少了,今天厂里要是来人,您可得帮我们多拿点。 反正冬天也是闲着,我们不图跟俊兰正的一样多,有她一半就不错了。 放心,只要有我春妮在,我绝对少不了。 咱们差哪儿了?干嘛要比人家挣得少? 从今天起,只要大家肯干,我保证将来,你们挣得比某些人更多。 春妮当即夸下海口。 虽然众人将信将疑,可好歹有春妮这个领头的,他们感激着呢。 春妮继续说,数量我都记下了,大家先回家忙吧。 等送货的来了,我再通知大家过来领钱,领货。 春妮家院子不大,又飘着小雪,村民们巴布地赶紧离开,谁愿即在这儿挨动。 反正书已经记下了,钱是一分也少不了。 轰走众人后,春妮先去商店,买了几包瓜子,一包茶叶,回家又好好把桌子擦干净,在炉子上烫着热水。 这都是她招待财神爷用的。 她有种预感,自己很快就要发家了。 半小时后,院外传来了敲门声。 春妮赶忙出门,她看到了昨天的司机,司机旁边,还站着一个领导模样,夹着黑色皮包的男人。 马主任,就是她戴的头。 司机指着春妮说, 哟,是大领导啊,快请进。 鱼龙我们都知好了,您看看质量怎么样。 春妮极为热情地招呼着,脸上堆满了笑,并不时客气道,中午一定要留下来吃,待会儿我就炖肉。 主任马小蕾并没有套近乎,她公事公办地走到院内,开始对鱼龙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检查。 春妮看着冰凉的雪花,一片片落在马主任半秃的脑袋上,又赶紧拿来雨伞,给主任撑了起来。 质量不错,看来村民是用心了。 马小蕾满意地点点头,又朝春妮道,把村民都叫过来吧,正好开个会,谈谈价钱,把工资给发下去。 春妮立刻笑说,数量我都统计好了,这样,您先拆人装车。 外面怪冷的,领导您进屋喝口茶,暖暖身子再说。 马小蕾道也不急,何况下着雪开会,也够折腾人的。 他索性就先跟春妮去了屋里,等雪停一停再说。 靠在温暖的火炉旁,喝着热气腾腾的茶水,春妮看到领导脸上,有了那么一丝放松,便趁机开口道,领导,听说马俊兰家,是按一毛计见的。 一听对方开始谈价,马小蕾当即冷起脸,把杯子一拍说,能一样吗? 你们这是抢活,我们厂本来就没打算,把这项业务交给你们做。 更何况王献中,跟我们厂长认识,人家那一毛,是有人情关系在的。 春妮赶紧道,领导您别急,这不是商量来着吗? 厂长说了,一件就八分钱,愿做就给你们,不愿做就拉倒。 马小蕾还故作焦急地看看手表,扬装起身道,赶紧把村民叫过来吧,如果大家同意,咱当厂签合同。 其实,厂长给的底价是九分,一毛也不是不可以,总归是比厂里的工人,价格低太多。 所以,马小蕾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他必须得谈成。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春妮竟然没还价,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八分就八分,合同我给你签。 你?你能代表其他人?能?只要您跟我个人签,并保证不把价格外赚,我每一件分您五厘的红利。 马小蕾刚端起茶杯,听到这话后,手猛一哆嗦,水当即洒了一地。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身穿花棉袄,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他竟然有这种头脑。 这着实把他惊到了。 那个年代的黄龙地区,似乎还没有回扣这一说。 马小蕾心里也打鼓,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拒绝,这太肮脏。 可他偏偏保持了沉默,一件五厘看似不多,可每天要是几万件的话,那可就是上百元的收入。 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又怎能保持淡定? 春妮继续添火,你不说,我不说,没人会知道。 何况你们厂长,把货发给我们做,就是为了图便宜。 所以他更不会把价格公开,您说对吗? 这个合同签完,你们厂长自己都会把合同,好生藏起来。 马小蕾终于被说动了。 因为春妮猜得对,像这种缺乏监管的生产模式,厂长一再强调,要低调进行。 所以这笔账,永远都不会被人翻出来。 有光的地方就有暗,有米的地方,自然就会滋生老鼠。 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乱象。 所以,面对利益诱惑,人心总是那么脆弱。 舍鼠一旦形成共识,接下来要做的,肯定是利益的在分配。 马小蕾打开皮包,将合同摊在桌上,脸色无不凝重道,一件成品,我要一点五分的红利。 春妮被突如其来的要价,给惊了一哆嗦。 他忙苦心辩解,领导,您可真能狮子大开口,本来加工费就已经很低了,您要是再抽这么多,村民们该不干了。 马小蕾摆手道,听我把话说完,这份合同上,咱们按九分计件,这一分是我给自己加的,并不损害你的利益,不是吗? 这,能行?你们厂长能同意? 春妮试探性地问,这你不用管,如果没问题,咱们现在就签字,按手印。 马小蕾不容置疑道,给你一分力,您要觉得不行,这买买我不做了。 春妮也一口咬死,眼睛里还放着金光。 你,马小蕾终究还是低估了,眼前这个农村妇女的心计。 可白捡的钱,她又不能不要。 最终,两人在私下里,以九分的寄件价格,完成了合同的签署。 尘埃落定后,春妮才长书一口气道,您不要觉得我黑,毕竟我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而您是什么都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马小蕾心里,虽然对分赃有些不快,可一天几百的灰色收入,又使她有种莫名的兴奋。 她将合同装起来说,赶紧办事吧,千万不要出什么差错。 春妮抿嘴一笑,先把合同藏到里屋,然后又出来,跟马小蕾交代了一下后续的事宜。 听着春妮的计划,马小蕾无不震惊道,你,你怎么懂这么多? 春妮道也不谦虚,她得意地说,出嫁之前,我做过咱现农贸市场的会计员,所以这里面的门道,我清楚得很。 只是后来结婚,怀孩子,才从现农贸辞了职。 马主任,我办事,您大可放心。 听到这话,马小蕾对春妮的实力,更是深信不疑。 只是春妮的话,有一部分是假的,她的确做过现农贸市场的会计员,但不是主动辞职,而是被开除的。 原因无非就是好吃懒做,还有传闻,说她手头不干净。 她的名声在县里早臭了,彻底混不下去了。 如若不然,她又怎会来到老家,嫁给高原那个木讷的叔叔。 协议达成,双方自然皆大欢喜。 春妮先去公婆家,叫正喂养兔子的丈夫,去买肉做饭,招待客人。 然后她挨家挨户,把农夫们重新组织起来。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黄龙网剧场的人吃完了炖肉,村里的农夫们也齐聚到了春妮假。 这时,马小蕾起身讲话,各位,我们厂本没有打算,将手工作业外包。 但今天过来,我看到大家干的成品,质量还不错。 所以我代表黄龙厂,给大家一个准信。 此话一出,村民们无不兴奋至极。 自此以后,他们又多了一条来钱的路啊。 马小蕾满脸和善地继续说, 我宣布,黄龙网剧场,高王庄站点,今天正式成立。 张春妮家,将被设为会计站。 以后为了方便统计和发放工资, 大家直接带货,找张春妮会计领工资。 领导,这鱼龙要按多少钱寄件啊? 有个农妇,问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马小蕾却说,具体的事宜,你们直接找张春妮了解情况吧, 我还有急事,得赶紧回厂里。 说完,马小蕾便带着车队,急急忙忙出了村。 而从车上卸下来的鱼网原材,则堆满了春妮家的胡同。 事情比预想得要顺利,春妮便趁热打铁道, 乡亲们,为了大家的事,这次我算是尽力了。 村民们望着门外,那一堆堆的原材, 又闻着院子里,飘散的肉香味, 自然对春妮的话,深信不疑。 或许大家曾经,都误会春妮了, 或许春妮痛改前非,决心做一个好人了。 她为了给村民争取工作, 又是跑前跑后,又是割肉招待领导, 一片赤城,日月可见啊。 春妮,到底是个什么价格? 你倒是给大家透个底啊。 有人焦急道, 我苦求领导,对方才答应把昨天的那车祸, 按一毛计价。 听闻此话,院子里顿时欢呼雀跃。 可春妮话风一转,继续又说, 但往后的价格,按六分一键。 啊?这怎么又六分了? 这么低的价格,谁干啊? 人高原价的价钱,可是一毛啊。 咱挣不了一毛,挣八分总行吧。 眼看村民大乱,春妮却不仅不慢倒, 我也觉得价格低,可领导就是一口咬死, 说是常理规定的。 我真的尽力了,要不然,咱都别干了, 回头让他们把货,给拉回去吧。 不干,冬天闲着也是闲着。 干,总归还是能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最重要的,这项工作不需要成本投入, 只要肯出力,就有钱拿。 春妮就是拿捏住了这些妇女的心理, 所以,她才敢把价格压到六分的极限, 自己从中攫取二分的利益。 可,可六分确实太低了。 有村民抱怨道,春妮当即说, 谁不想挣一毛。 可咱有人王献中的本事吗? 人家挣的那一毛,是有人情关系在的。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也不愿干, 谁让我春妮没本事, 只能死其白赖地求人, 又是管饭,又是说好话。 可人家就是咬死了。 春妮哽咽着,眼泪都流了出来。 她带着哭腔说,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拿了人家常理什么好处似的。 最后辛辛苦苦,倒弄得里外不是人, 要我说,这活我不干了, 你们谁愿干谁干吧。 说完,春妮蹲在地上掩面哭泣, 这使得周围的乡亲们,心里也不是滋味。 丫头,不哭,大伙儿信你。 毕竟要不是你带头, 咱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好活计。 春妮,这就派活儿吧, 你看看外面那些余网,该怎么分。 春妮这才擦干眼泪站起来, 深深吸了口气说, 乡亲们,虽然价格低, 但数量不限。 往后咱们多劳多得, 勤勤恳恳, 绝不比那些正义毛的差。 乡亲们, 咱们没有背景关系, 就更得为自己争一口气啊。 他自然要鼓励村民, 使劲干活儿。 因为每一件产品里, 可都有他春妮二分的红利啊。 委屈泪水的下面, 是春妮一根根吸血的管子, 不停地往村民心里插。 马晓磊回到网剧场以后, 自然是受到了厂长孙涛海, 大家的赞赏。 孙涛海的心理底价就是九分, 马晓磊仅用了一中午时间, 就把合同带了回来, 他能不高兴吗? 如此一来, 在鱼龙加工这一环节, 他能节省下一半的成本。 张春妮这个人, 靠得住吗? 孙涛海泡着浓茶问, 厂长放心, 张春妮在村里很有威信, 曾经还做过县农贸的会计员。 这事由他牵头, 能给咱们省去很多麻烦。 马晓磊诚恳道, 那张春妮个人, 对厂里有没有要求? 孙涛海继续问, 他想讨一份厂里的会计工资, 还要立个黄龙网剧场, 高王庄会计处的牌子。 孙涛海微微皱眉, 思虑片刻说, 工资好说, 但这个牌子不能立攒场的。 毕竟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认证, 万一上头查下来, 会连累攒场。 再就是工资方面, 还是按你手工车间的财务上报。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张春妮真想立牌, 那就给他弄个高王庄站点快计处, 这事你看着办, 总之不能出现黄龙网剧场这个名字。 行, 高王庄那边的事, 我会一直好好盯着的。 马晓雷表忠心道, 马主任, 一定要记住, 高王庄没有生产资质, 所以, 这事必须低调, 再低调。 只要你把这事办好, 厂里一定会往上提拔你。 马晓雷表面千恩万谢, 心里却不置可否。 曾经他那么想被提拔, 可今天, 他却对此毫无兴趣。 升了官, 每月无非就多几百块的工资, 哪有他现在吃香? 一天的灰色收入, 就不止这个数。 都说三十不发, 四十不复, 马晓雷终于在他三十九岁这年, 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他甚至在心里, 得意地叫骂, 这个操旦的时代, 那些老实干活的, 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反倒是黑了心的, 能挣个盆满播风。 特妈的, 老子以前真蠢。 所以, 马晓雷对这次合作的积极程度, 甚至都超过了高王庄, 那些勤勤恳恳的村民。 他先去街里, 给春妮刻了块牌子, 买了些票据, 又刻了个高王庄站点会计处的印章。 这些都是春妮交代的, 目的就是为了哄骗村民, 显得比较正规。 而春妮也没闲着, 他准备了两个账本, 一个是给黄龙网剧场对账用的, 另一个是给村民看的。 这两个账本之间, 可差着三分的利润呢。 第二天, 春妮家正式挂牌, 还放了鞭炮, 以示庆祝。 他还让木讷的丈夫, 找人把东屋进行了一番改造, 设立了一个窗口, 搞成了一个会计室。 他又去村委打申请, 征用了他家东面的荒地, 用竹竿和塑料膜, 建成临时棚户, 用以存放余网原材和成品。 春妮确实有些头脑, 几番折腾下来, 会计站竟被他搞得有模又有样。 当然, 也把他那木讷的丈夫, 给累得不轻。 如此一来, 村民只需到他那领鱼网, 加工完成后, 再送回会计站开票。 等到了月底, 村民们平票领钱, 这番操作下来, 还颇像个正规公司。 所以那年, 高王庄的经济模式 以线雏形, 只不过领头之人, 却存在很大的问题。 因此, 这颗娇嫩的眼, 注定是无法成活的。 而成功, 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平凡的世界里, 失败才是常态, 机遇跟成功, 并不能划等号。 寒假考试的到来, 让三班学生, 又一次收获, 到了进步的喜悦。 此次, 高原的成绩, 毫无意外地排到了年级第一, 三班的平均成绩, 也有了稳固的进步。 副校长吴学海, 更没有跳脚大骂, 把江斌视为死敌。 相反的, 他还亲自为江斌, 颁发了骨干教师的荣誉称号。 因为江斌的贡献太大了, 他把自己那个小教研祖, 摸索总结出的学习方法和教学经验, 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 并由吴学海带头, 在整个初三年级实施普及。 效果不能说立竿见影, 但整个年级的成绩进步, 是肉眼可见的。 吴学海的一班, 虽然仍未超过三班, 但一般的进步, 也是成效显著。 这些人中, 最高兴地莫过于大江, 他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了奖状, 成绩进步奖。 远在南方跑运输的王线中, 电话里听到儿子拿了奖状, 他还以为是电话坏了。 愣是把听筒拍了半天, 才缓过神来。 深冬腊月里, 高原仍不敢放松学习, 倒是大江有些沾沾自喜, 凭他现在的成绩。 再加上体育特长, 将来考进现役中, 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而林青梅心里, 却依旧截着疙瘩, 原因还是张春妮, 开设的那家会计站。 明明是自己的丈夫, 从黄龙网剧场拉来的活儿, 他张春妮不但半路截狐, 还把村民都聚拢了过去, 自己当起了领导。 这要换别人也就罢了, 可张春妮明明不是好东西啊。 而且, 他还在私下里散播谣言, 说他林青梅, 马俊兰就知道吃毒食, 从来不为乡亲们考虑, 说他林青梅仗着家底硬, 表面看似和气, 其实骨子里谁也瞧不上。 这个世道真是坏了吗? 张春妮那种人, 竟然都能混得八面玲珑, 咱姐妹安分做人, 现在却唠不下一句好。 林青梅坐在手工棚里, 气得连活儿都不想干了。 大姐, 她是她, 咱是咱, 别为这种事上火。 马俊兰也放下手里的活儿, 拉着凳子坐过来, 拽起林青梅的手, 放在炉边暖着说, 好在咱家孩子争气, 大江不也越来越懂事了吗? 林青梅看看炉子旁, 趴在小桌上做作业的俩孩子, 心里又不由得意暖。 是啊, 好在儿子走上了正道, 今年还拿了个奖状, 这笔什么都暖她的心窝。 妈, 你要真气不过, 我晚上就去放把火, 把那会计站的货全给烧了。 大江仰起头, 鼓着青筋道。 此话一出, 林青梅抄起尺子, 就要动手。 小王八高子, 我刚夸你懂事, 你就给我放魂。 你刚才说什么? 再给我说一遍。 高原。 挡着, 挡着。 大江吓得跳脚就跑, 高原也跟着窜了出去。 两个仍有些稚气的少年, 就那么在飘雪的季节里, 在熟悉的田野上, 撒花般地哈哈大笑着。 年关临近, 村民们忙拿着厚厚的票据, 在张春妮的会计站前, 排起了长队。 如果按平均来算, 他们的个人收入, 每天约有二十至三十元。 这本是一笔不错的镜像, 可人就怕对比。 明明干同样的活儿, 林青梅、 马俊兰, 一天就要挣上五六十元, 这使得眼前的妇女们,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毒。 而张春妮可乐坏了, 她平日不需要出大礼, 只干些记账的活儿, 而且脾气还越来越大, 领导架子越端越稳。 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终于到来了。 给村民开完工资后, 除去与马小蕾的分账, 她竟然在一个月内, 读得了一万四千余元。 她甚至都不敢, 把这笔巨款, 拿给自己的丈夫看, 她怕吓坏了那个老实的男人, 害得她心脏病发作。 她把钱装进包里, 下午便搭客车, 跑到县农行, 存了一万元。 余下的钱, 她决心挥霍一把。 面对熟悉的县城, 她先去百货大楼, 给自己搞了身形头。 什么羽绒带衣, 羊毛衫, 高跟皮靴, 她抱负般地 把身上的花棉袄脱下来, 把黑棉鞋扔掉, 然后撕掉新衣服上的标签, 在更衣间里, 左右臭美。 然后她才想到两个上学的儿子, 想到他们身上的破衣烂衫。 她又给儿子挑选棉衣, 买了两双运动跑鞋。 最后想想那无能的丈夫, 她骨子里, 眼睛里满是嫌弃。 穿龙袍都不像太子, 给她买了也白下。 她恨恨地跺着脚, 在出商场门口时, 看到有搞促销的摊位, 她才勉强为丈夫, 买了件黑色棉服。 接着, 她去逛了美容店, 买了化妆品, 又去理发店做了头发, 修了美。 一整套流程下来, 她哪儿还像个土气的农村妇女。 张春妮踩着高跟鞋, 藏着羽绒大衣, 傲气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 大卷发还一谈一谈的。 她总忍不住, 透过玻璃橱窗, 欣赏自己天鹅般的美貌。 她甚至都有些瞧不上, 那些县城里的女人。 因为, 她曾在县城工作的时候, 就被这里的某些女人, 瞧不起过。 呵! 牛什么牛? 一个个打扮得那么漂亮, 还不是羊分担子表面光? 我张春妮现在, 一个月的收入, 顶得上你们一年的收入。 那些曾经瞧不起我的人, 我会让你们高攀不起。 越想越挫火, 她索性打了个出租车, 直奔县农贸市场而去。 故地重游, 却以物是人非。 曾经那些她所熟悉的人, 似乎已经碰不到了, 可那些被人鄙视, 嘲讽的场景, 却依旧历历在目。 她今天来, 就是想找故人显白一番, 没有达到目的, 她又怎能甘心? 于是出租车, 就在农贸市场里不停地转, 打表器上的数字, 也跟着不断攀升, 就连司机都捏了把汗, 可春妮却完全不在乎。 她现在有钱, 将来还会更有钱, 真过了明年, 她自己都能买辆小轿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竟然真在街角处, 看到了一味就相识。 那女人叫燕子, 胖胖的, 倒与她没什么过节, 但关系也不是太亲密。 她下车后, 尾随燕子进了杂货店, 燕子嘟着胖胖的脸问, 您要买什么? 春妮淡淡一笑, 刻意颠了颠手上的大牌包装说, 怎么? 不认识了。 燕子, 你好好看看, 我是谁? 燕子揉了揉豌豆眼, 仔细一瞧才惊叫道, 你, 你是春妮? 行啊燕子, 现在都当小老板了。 春妮一脸玩味道, 哎呦, 行什么呀? 就是混口饭吃, 挣不了钱的。 一边说, 燕子却羡慕地看着春妮道, 倒是你, 真是发达了呀。 看看你这身打扮,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省城来的人物呢。 春妮十分享受这种恭维, 却也故作谦虚道, 我比不上你, 充其量就是个分厂的负责人, 买卖全是人动价的。 倒是你, 自己当老板多好。 燕子目瞪口呆道, 春妮, 你都当厂长了。 我的天爷, 你也太有出息了。 你不知道那谁, 就是那个周新, 他嫁了个鞋厂的主任, 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农贸市场都横着走。 回头见了面, 我一定把你的事说说, 我让他再得意。 提起周新, 春妮的牙根都痒痒, 那女人当年, 可没少拉帮结派, 欺负自己。 但此刻, 她却故作大度地摆手说, 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现在都懒得放在心上, 那种人根本不配让我生气。 对对, 您这级别都不一样了, 哪还能跟我们这些人掺和呀? 燕子一边恭维, 一边热情道, 春妮姐, 您今天要买什么? 这里的东西随便拿。 春妮本没打算买东西, 可要是不拿两件, 就好像是自己, 刻意过来显摆似的。 于是, 她就在杂货店里转, 燕子家的铺面倒也不小, 她转到鱼具用品的区域后, 刚好看到了一款线, 就是村民之往常用的交丝线, 而且还是前海牌的。 这前海牌的线这么贵呢? 一套竟然三十五。 春妮一脸吃惊, 她没想到黄龙网剧场的原料, 竟然这么贵重。 她赶紧又拿起旁边, 一个爱莲牌的问, 爱莲的怎么这么便宜? 一套才十二。 燕子似懂非懂道, 前海是合资品牌, 爱莲是国产的。 这两种线有区别吗? 春妮拿着线轴研究了半天, 也没发现两者有什么差异。 合资的肯定贵呗。 咱俩也不是外人, 要我说都一样是。 但对外人, 我肯定更愿卖合资的, 毕竟她利润大。 燕子十分恳切地说, 春妮点点头, 家里的线轴多得是, 她犯不上买这东西。 后来她只给儿子挑了两支钢笔, 还有一些作业本, 便草草收场了。 春妮大方帝掏出一百元, 燕子死活不肯要。 春妮硬塞道, 燕子, 姐不是占便宜的人, 而且我确实比你们都有钱。 这次来我也没带东西, 剩下的零头, 全当给孩子买吃的。 当年市场里好多人, 都说我春妮小气, 吐气, 只进不出。 但我那是真穷。 顿了顿, 春妮无不感慨道,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激励自己, 等我春妮有钱了, 我也大方, 我会比任何人都大方。 说完, 春妮便在燕子无限崇拜的目光中, 潇洒远去, 除夕夜当晚, 王献忠家门口, 无疑是最热闹的。 因为每次过年, 她都会在外地, 买来各式各样的烟花, 把高王庄的夜晚, 映照得格外绚丽。 所以, 在除夕夜这天, 来王献忠家门口看烟花, 似乎成了村里的传统。 今年也不例外, 还不等天黑, 那些妇女孩子们, 就早早环绕在了周围。 作为对孩子的鼓励, 王献忠今年, 把燃放烟花的大全, 赏给了大江和高原。 小哥俩在平房顶上手持火柴, 颇有些大战在即, 风火狼烟的豪迈。 就是林青梅的脸搭拉着, 她不停地朝马俊兰抱怨, 说现中就会出洋相, 花那么多钱买烟花, 不当吃不当喝, 都为老天爷了。 她看着周围那些妇女, 好多都是跟着张春妮, 抢她活干的土匪。 现在又要摆瞟自家的烟花, 心里更是堵得慌。 绚丽的烟花一轮接一轮, 下面的女人, 孩子大呼小叫。 王献忠与乡亲们站在一起, 双臂环抱在胸前, 仰头望着烟花下的村庄。 一年又一年, 也只有除夕这天, 这个生他养他的故乡, 这个贫瘠的, 就像黑白老照片的村落, 才有那么一丝色彩。 她买烟花, 不是为了显摆, 而是发自内心, 想让劳碌一年的乡亲们, 有个过节的气氛。 她爱这里, 越是走南闯北, 远离故土, 她心里的这份爱, 就越发地深沉。 人群之中, 自然少不了爱凑热闹的张春妮。 她今天刻意做了精心的打扮, 身上喷了好闻的香水, 常年的自卑和贫穷, 使她特别渴望, 能在村里的正式场合, 获得更多的关注。 可今天的主角仍不是她, 虽说她为村民做了贡献, 为大家争取了来钱的路, 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这件事的发起人, 是王献忠。 没有献忠的从零到一, 就没有春妮的从一到百。 王献忠是那么的引人注目, 这使得春妮格外嫉妒。 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等到了明年, 我也买烟花, 我也要享受村民们, 崇拜而尊敬的目光。 我张春妮比你, 差不了什么? 绚烂的烟花过后, 人群竟然没有立刻散去, 反而不少妇女, 把王献忠给围了起来。 献忠, 听说你跟黄龙网剧场的厂长认识。 献忠, 你能不能替我们说说话? 六分的利润太少了。 献忠, 我们不求一毛的加工费, 八分就行。 王献忠头两天, 就听老婆提起了此事, 当时他并没放在心上。 毕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他跟孙涛海也只是朋友关系, 并不想插手人家生意上的事。 可今晚面对父老相亲, 如此恳切地请求, 他的心有些松动了。 而且他有信心, 只要自己开口, 孙涛海应该不会拒绝, 这也算是帮老乡们解决了一大难题。 眼看王献忠转身, 暗处的张春妮, 心都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那脑门的汗, 更是一个劲儿往外渗, 哪还有刚才高傲的英姿。 王献忠如果真给孙总打了电话, 那他和马小蕾吃回扣的事情, 可就彻底曝露了。 别说以后再也赚不到钱, 他张春妮能不能在村里混下去, 都还两说呢。 正在他彷徨无措, 脸色辣黄之时, 林青美竟然乍毛般地吼了起来。 早干什么去了? 当初你们要想做加工, 可以找我啊, 可以跟我谈啊。 我林青美是什么人品, 你们不清楚吗? 你们要跟我好好说, 我能不帮忙吗? 他愤愤地含着眼泪道, 你们却不声不响地截了货车, 你们跟我打过招呼吗? 你们这些天, 还在暗地里败坏我, 说我吃毒食, 媚良心, 靠着关系拿高价, 搞特殊待遇。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 马俊兰本想劝一劝, 但最终还是没开口。 因为他了解林青美的委屈, 曾经谁见着青美, 不都热情地打招呼啊。 可自从春妮的会计站建起来, 那些村民总有意无意, 疏远他们姐俩。 他妈, 当着乡亲们的面呢, 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王献忠也愣了, 他没想到老婆的反应, 竟然这么大。 王献忠我告诉你, 这事儿你要敢管, 往后你就给我死外边, 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说完, 林青美抹着眼泪就回了家, 狠狠摔上了门。 林青美可不是马俊兰, 人娘家门硬着呢。 大姐在县农业局上班, 妹妹更是嫁到了市里, 父亲还曾是鲁矿镇梁所的领导。 他本来也有更好的选择, 可当初就是迷上了, 这个高高帅帅跑运输的王献忠。 当然, 当年开大车跑运输, 也是个十分风光的职业。 王献忠自然也没辜负他, 从认识到现在, 献忠从不敢跟他发脾气, 就连教训儿子的时候, 还得战战兢兢看他的脸色。 除了不住楼房, 他家里啥也不缺, 彩电, 影碟, 电冰箱, 只要市面上有的电器, 现中都会毫不犹豫地买回来, 讨他欢心。 他平日里是真没啥工作, 很早就过上了父太太的生活。 也只是闲得太无聊, 这才跟俊兰一起, 有一搭, 没一搭地做起了渔网加工。 图德就是找人拉拉话, 顺便盯着儿子跟高原学习。 还是那句话, 会计站的是, 换任何人牵头, 他都不往心里去。 可偏偏是张春妮, 是他最看不惯的女人。 再加上有高原家的矛盾, 作为大姐, 他必须要为马俊兰出这个头。 除夕夜, 远处传来的鞭炮声, 更使周围的气氛越发沉寂。 王献忠许久才苦着脸说, 乡亲们, 这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你们就别再难为我了。 说完, 王献忠也灰溜溜打开门, 忙躲进了自己家中。 而在暗处的春妮, 则常常舒了口气, 她感觉浑身都湿透了, 刚才差一点, 她的挣钱计划 就彻底破产了。 打死她都想不到, 林青美的一番怒吼, 不仅没为自己招来灾祸, 反而还帮忙解决了危机。 那种侥幸逃生的感觉, 使春妮有种说不出的舒畅。 但许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成功是不能靠侥幸的。 这是生活设下的圈套, 让你误以为侥幸, 是自身实力的一部分, 让你在一条不归路上, 疯狂地走下去。 某天, 当你回头观望, 才会发现那一次次的侥幸, 不过是残酷生活, 抛下的一个个诱饵。 它会一步一步, 将你引向无底的深渊。 这期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继续吧。